河板城有一个捡破烂的老汉 姓胡,是个驼贝 住在筷子巷租来的一间破房子里 这老汉脾气有点怪 总是担心别人犯糊涂 时不时就对人说 看你挺聪明的样儿 可别犯糊涂啊 久而久之 就给自己换来个糊涂仙的外号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他靠捡食破烂为生 每天在城里四处游走 见到的新鲜是不少 但今天他在城郊河堤上遇到的一件事 却让他惊讶的何不拢嘴巴 啥事 他看到一条精八狗正朝自己走来 这精八狗一身银丝般的绒毛 像一团雪球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宠物 而且这小狗背上还贴着一张白纸 胡老汉一瞅 上面写着几行字 这只小狗叫贝贝 他的主人不能再养他了 遇上的君子行行好 你如果收养了贝贝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胡老汉蹲下身子 打量着这条叫贝贝的小狗 贝贝见了糊涂仙 竟然不认声 一个劲地往糊涂仙跟前蹭 怎么突然就冒出一只小狗来 胡老汉朝小狗走来的方向一看 看到一个女人正走下河堤 就大喊一声 喂 这是不是你的小狗 你的小狗丢了 那女人却像没听见 故自往堤下走 一会就没了影子 胡老汉见这小狗好可爱 弯下腰正要把他抱起来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大贺 慢 胡老汉回头一看 来了个厉害角色 谁 此人名叫霍白浪 人送外号聪明鬼 也住在筷子巷 石像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前些年 他做过贩卖宠物狗的生意 后来生意不做了 做了个闲人 每天只在街上东走走西逛逛 口袋里布装一分钱 钱却会长了脚式的往他口袋里钻 你可别以为他是小偷 他说他绝对不做那种提心吊胆的事 也没听说过他干过欺骗 敲诈之类的不法够当 他有手好闲 却能吃香的喝辣的 财源不断 这样的人实在太聪明了 霍白浪挨着糊涂先蹲下身子 说好家伙 这小狗能卖好价钱 又仔细瞅了瞅狗背上的纸片 便伸手把小狗抱了过来 拿小的这一抱不要紧 他的手像是碰着了东西 一翻弄 只见白色的狗毛里金光一闪 一条金项链 从小狗的身上露了出来 胡老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原来纸上说的好抱是一根金项链 他说吧 也伸出双手要抱小狗 霍白浪又大喝一声 慢 胡老汉一愣 说 怎么了 这狗是我先看到的 霍白浪说 狗是你先看到的 可金项链是我先发现的 道理不用我多说 你给我放聪明点 胡老汉瞅瞅霍白浪道 聪明鬼 你想怎么办 瞧你长着一副聪明样儿 可别犯糊涂啊 霍白浪听胡老汉这一说 气得鼻子一下红起来 说 我咋犯糊涂了 你不就是想跟我抢点好处吗 胡老汉一见霍白浪的架势 由一半赏道 我不跟你抢 狗和金项链全归你 行了吧 不过 你可不能只收下金项链 然后把狗丢了 或是卖了 拿了金项链就得收养这条小狗 你可想清楚了 说着他把那张狗背上的纸截下来 放进背上的筐里 霍白浪摸摸金项链 扶下身拿嘴贴在狗身上 咬了咬金项链 是真货 他又摸了摸小狗雪白的绒毛 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漂亮的精疤狗 不简单 太不简单了 这么念叨着 他的小眼睛 转到了胡老汉的破烂筐子上 连忙从胡老汉的破烂筐里 把那张纸拿出来 又细细地看了看 像是看到了一幅藏宝图 脸上忽然浮出一丝奸笑 说 胡涂仙 我不跟你争狗争金项链了 狗和金项链全归你 我只要这张纸头 胡老汉好喜欢这只狗 正担心聪明鬼拿了金项链 却不好好养狗 听聪明鬼这一说 不禁松了一口气 连忙答应了 霍白朗拿着纸站起身就走了 一边走还一边看着 香拿着一个宝 搞得胡老汉泛起了糊涂 这聪明鬼要这张纸头干什么 再说霍白朗 他揣着那张 从狗背上接下的纸头回家后 泡了一杯茶 往沙发上一躺 眯缝着眼睛琢磨开了 这样子琢磨了一个来小时 他一拍大腿 坐起身 端起杯子一口气 喝光杯里的茶水 就出了家门 朝一家大超市走去 霍白朗到了超市 便直接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找到了超市的老板巴桑 两年前 霍白朗卖了一条精巴狗给巴桑 他记得很清楚 今天胡老汉捡到的 名叫贝贝的精巴狗 正是自己两年前 卖给巴桑的那一条 见到巴桑 霍白朗先不提丢狗的事 而是试探性地问 巴老板 你还想买精巴狗吗 我手里有一条 很漂亮的精巴狗 巴桑打量一番霍白朗 终于认出这个 两年前的狗贩子 连忙摆摆手 说 我以后再也不买狗了 两年前 从你手上买了那条狗 本来是想给我老婆 溜着玩伞闷儿的 哪知道给税务局的陆局长 瞧见了 硬是给他要走了 货白朗愣了愣 马上告辞走人 聪明鬼就是聪明鬼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 他就打听到税务局的 那位陆局长 去年调到发改委当了主任 更神的是 他竟然还打听到陆主任的家 在城南新开发的花园别墅 于是 他又接着赶往那个别墅小区 哪知货白朗刚走进花园别墅 便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阵凄惨的哭声 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一幢别墅门口停了具棺材 旁边围着许多人 一个中年女子坐在门口 边哭边说 老陆啊老陆 你咋就这样想不开啊 为什么呀 货白朗听得一愣一愣的 忙向身边的一位妇女打听 这女人是陆主任的邻居 说 陆主任服毒自杀了 停了三天 按照风俗在今天出避 货白朗十分惊讶 又打听他家养的宠物狗 女邻居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说 什么宠物狗 他们家从来没有养过狗 货白朗不声不响地离开花园别墅 回了家 路过胡老汉租房门口时 见胡老汉正在给那条宠物狗喂火腿肠 他停了下来 愣了老半天 才说 真有你的 你一年上头都舍不得吃根火腿肠 竟然买了来给狗吃 看见胡老汉不搭理 又说 糊涂先 我告诉你一件奇怪事 这条狗的主人已经变成鬼了 接着 他把刚才打听到的 一五一时全都告诉了胡老汉 胡老汉争了半上 连忙跑进院子的破烂堆里 翻出里面的一只破靴子 把手伸进去掏摸老半天 啥也没摸到 胡老汉急了 又将皮靴子倒过来摇了老半天 直到出一条红蚯蚓 胡老汉跌着脚 然道 那条金项链呢 我藏在这只靴子里的金项链呢 霍白朗见胡老汉又犯了糊涂 就不跟他再说 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纸头 转过身子回了家 过了没几天 霍白朗又去了趟花园别墅 在陆主任家门口朝礼一丑 居然看到几个 穿着检察院制服的人 在陆主任家里 忙忙碌碌翻找东西 陆主任的老婆站在一旁哭哭啼啼 他从围观邻居的议论中听到 陆主任是听到检察院 要对他立案侦查 才寻的短见 看来检察院的人 也没查到什么东西 不然不会连着来好几回 霍白朗的脑袋又咕噜一样转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 他又遇上剪破烂的胡老汉 只见胡老汉背着满满一筐破烂 牵着那条宠物狗背背 背背的腰上细了根绳子 跟在胡老汉后面左顾右盼 一步三摇地走得欢时 霍白朗连忙满脸堆笑地 上前打了声招呼 从此 霍白朗哪儿也不去 每天不远不近地跟在胡老汉后面 胡老汉走到呢 他就跟到呢 直到胡老汉天黑回到筷子下 这天 霍白朗又一大早就跟着胡老汉出了门 跟了老半天 见胡老汉老是往旧房子破巷子里走 他也不厌其烦 兴致勃勃地看着胡老汉 牵着小狗背背剪破烂 这天一直跟到过了下午 眼看天又要黑了 突然 霍白朗看见背背 蹦跳着直往街边窜 那根拴狗绳 把胡老汉拖得晃了一下 胡老汉只好转过身顺着背背跑 只见背背跑到一个 穿黑裙子的女人脚下 叼住了女人黑裙子的裙摆 发出孩子啼哭一般的呜呜声 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 长得十分俏丽 他低头看着背背 眼里经不住露出一丝酸楚 他慢慢抬起头 看了眼胡老汉 说 大叔 请您把小狗的绳子带紧些 他咬我的裙子了 胡老汉连忙扯住狗绳子 不停地说 背背 快松开 再不松开 我要打你了 胡老汉不停地拉着绳子 一阵紧拉慢转 贝贝总算松开了姑娘的裙子 那位姑娘这才走了 可她已经走出好远 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贝贝 贝贝望着姑娘走远 嘴里不停地发出不舍的哼唧声 霍白浪立在街边看着这一幕 把腿就朝那位姑娘追去 直到看见那位姑娘 走进一个叫香格里拉的花园小区 进了一幢住宅楼 这时天已黑了 霍白浪站在楼下 看着那位姑娘进去不久 三楼东边一套房间就亮起了灯光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再说那位穿黑裙子的姑娘 这时正心是重重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裙摆上留着的贝贝的牙印 喃喃自语 贝贝 可怜的贝贝 这姑娘名叫萧春梅 是位来自四川的农家女 萧春梅的父母人到中年 才有了她这个独生女 将她视作掌上蜘蛛 萧春梅从小就心高气傲 人又聪明 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眼看要高考了 哪知或从天降 她的父亲为了给她攒大学学费 在山上砍柴时摔下山崖 生命垂危 家里到处借债为她父亲治伤 钱花了很多 但她父亲最后还是死了 过了不久 萧春梅的母亲也忧郁成疾 离开了人世 萧春梅转眼间成了一个孤女 大学梦也随之破灭 为了偿还家里欠下的五万多块钱债务 她离开家乡 来到河板城一家西角城打工 在那里 她认识了一个叫陆进的人 这陆进垂涎萧春梅的年轻美貌 千方百计靠近拉拢萧春梅 又是以小恩小惠 自称是做生意的老板 帮萧春梅还了欠下的债 如愿以偿得到了萧春梅 为了长期占有萧春梅 她还专门为萧春梅 在香格里拉花园小区买了套房子 让萧春梅辞了西角城的工作 住在里面 又从巴桑老板那里要来贝贝 让萧春梅姐们 两年来 萧春梅一直与贝贝为伴 与通人性的贝贝感情非常深 前些时 陆静得知自己东窗事发 害怕挡击国法的制裁 服毒自杀 虽然陆静平时隐瞒得很深 没有人知道她和萧春梅的关系 但萧春梅决定不再做龙中的金丝鸟 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到一个新的环境找事做 自食其力 这样 她就不能天天跟贝贝在一起 但她在这河板城人生地不熟 担心引起别人的怀疑 给自己惹上麻烦 所以不敢直接把贝贝送人 又担心贝贝沦为一条流浪狗 便在狗背上贴了一张 请求过路人收养贝贝的纸条 然后在贝贝身上藏了一根金项链 带着贝贝到了城郊的河堤上 她见河堤上行人稀少 离她最近的是捡破烂的胡老汉 她看胡老汉很面善 感觉这老头会对贝贝好 便让贝贝朝胡老汉走去 看到胡老汉停下来注意贝贝了 这才急忙走下河堤 今天贝贝在街头认出了萧春梅 咬着她的裙摆舍不得她 让她心里好生难受 她想着自己这三年来屈辱的生活 心里又亏又悔 便思谋着赶紧卖掉这套房子 搬到一个新地方 找一份工作 如果能遇上一个喜欢自己的男人 就嫁给她 死心她地跟她过日子 萧春梅靠在沙发上这样想着 不知不觉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她睁开眼时 已是第二天一大早了 她站起来理了理睡得凌乱的衣服 正要去洗漱 突然门铃响了 她一愣 路进死后 再也没有其他人来过这地方 一大早谁会来按门铃 萧春梅游一半上 没有开门 萧春梅不开门 门铃却鬼叫式地响个不停 萧春梅无法 只好走过去 打开一条门缝 一看 门外站着个送花的姑娘 这位姑娘手里 捧着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 催生生地说 小姐 早上好 这花是一位先生叫我送给你的 萧春梅诧异地问 哪位先生 姑娘说 一位姓霍的先生 萧春梅盲说 对不起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花我不能收 送花姑娘说 小姐 我们做点是很不容易的 还是请你收下吧 你如果实在不肯收 那就麻烦你写张条子 证明我已经把花送到了 不然 我就白跑一趟了 萧春梅一想也是 就顺手写了一张条子 谢谢你 但我不接受陌生人送花 送花姑娘接过条子就走了 萧春梅刚松了一口气 哪知刚过一会儿功夫 门铃又响了 萧春梅想 这姑娘怎么没个完啊 她不耐烦地打开门 一下愣了 门口站着一个红鼻子 小眼睛的中年男人 不用说 这男人就是霍白浪 她正一脸奸诈地 朝着萧春梅笑 萧春梅连忙关门 霍白浪跨前一步 把腿别在门框里 说 小姐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 我来是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这事情可是关系你身家性命的 萧春梅指的让霍白浪进了屋 霍白浪毫不客气 一进屋就大咧咧 往客厅的沙发上一坐 敲起二郎腿 抽出一支烟在嘴上叼着 一双眼睛四处乱转 萧春梅在霍白浪对面坐下 问 先生 你有什么事 霍白浪见萧春梅不拿火点烟 便自己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 抽了几口 便往茶几上的一支烟灰缸里 谈了谈烟灰 说 这个烟灰缸一定是陆主任生前用的 小春梅的脸刷一下白了 但很快又恢复平静 冷冷地说 先生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很忙 你如果没事就请离开 说罢就站了起来 霍白浪冷冷一笑 说 小姐 你赶不走我的 我不仅现在不会走 今天晚上我还要在这里睡一觉 要想赶走我 除非陆主任活过来 萧春梅气得满脸通红 你 贪官睡得 我为什么睡不得 你胡说 霍白浪看着姑娘的脸色 心里安安一笑 一切都在按她的计划进行 这姑娘太嫩了 对付她简直像对付一只猫 她继续晃着二郎腿 说 小姐 昨天 有只狗叼了你的裙子 这只狗叫贝贝 是你丢的 我说的没错吧 萧春梅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 没丢过狗 霍白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说 你在那只狗的背上贴了一张纸 这张纸在我手里 刚才 我让花店的小姐给你送来一束花 你据收 并写了一张条子 这纸条上的笔记 跟你贴在狗背上 那张纸的笔记一模一样 小姐 这你抵赖不掉吧 要知道 我外号就叫聪明鬼 霍白浪从口袋里掏出纸条 在萧春梅眼前晃了晃 萧春梅心里一阵惊激 沉默半赏道 你就算是个聪明鬼又能吓唬谁 就算那狗是我丢的 这跟你说的什么陆主任有何关系 霍白浪又吸了口烟 斜着眼说 这关系大了 小姐 你不知道 我从前是个狗贩子 贝贝是我卖给巴桑老板的 巴桑老板又把那只狗送给了陆主任 陆主任如果没把贝贝送到你这儿 你又怎么能跟贝贝这么熟 我这证据环环相扣 你如果还想抵赖 我就请你上一趟检察院 你应该明白 陆主任贪污受贿可不是小数目 他自己都怕得服毒自杀 可检察院的人在他家啥也没搜出 他的不义之财 只能在你手里 霍白浪滴水不漏的推理 让萧春梅哑口无言 半上萧春梅才抬头瞟了一眼霍白浪 问 你想怎么样 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贪官的赃款吗 大家都有份 你花的 我也花的 我看这样吧 你给我五十万 往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就是在大街上见了面 也装着不认识 至于检察院那一边 陆主任归了西 查不出个名堂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过你的好日子 但你要是不合作 我马上就去检察院报案 你的钱 还有这房子 都会没收 你还得去坐牢 霍白浪一番话 让萧春梅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拿起茶几上的餐巾纸擦了擦 说 大哥 我跟那死鬼三年 他花钱给我买了这套房子 也给了我一些钱 我现在手里总共还有十万块钱 我给你五万块 行了吧 霍白浪一笑 五万块 你打发叫花子呀 我现在就报警 说着 他装模作样拿起了沙发旁的电话 萧春梅被霍白浪吓得心惊肉跳 忙说 大哥 别报警 我的的确确只有这么多钱 要不 十万块全给你 霍白浪慢慢放下话筒 说 也行 那就先给十万 钱存在银行里 萧春梅拿着存折出门去取钱 霍白浪便在屋子里翻箱倒柜 他在萧春梅床头柜里 找到一副金耳环和金手镯 毫不客气地放进了自己口袋 萧春梅取钱回来时 见霍白浪正撕开他的一个枕头 在找东西 不敢发火 只能压住气 说 大哥 你看你没找到什么吧 我不骗你 真的只有这么点钱 说着 将手提袋递给霍白浪 霍白浪打开袋子 头朝下一道 一堆钱就落在床上 数了数 整整十打百元大钞 他不动声色 把钱重新装进袋子里 说 你还欠我四十万 萧春梅忍无可忍 气愤地把手上的存折 逼到霍白浪眼皮底下 说 你瞧瞧 我只有这一张存折 上面只剩下八千块钱 你叫我拿什么再给你四十万 土匪也会留点粮食让人过冬呀 霍白浪瞅瞅萧春梅 拉拉脸皮子 又看了看房子 说 没钱 你还有房子呀 你把这房子卖了 萧春梅说 卖了房子我住哪 你也太黑了 黑 霍白浪瞅瞅萧春梅 一把将手摁在萧春梅的胸脯上 闲着脸一笑 我这人好说话 你舍不得卖房子 就做我的二奶 三年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咋样 萧春梅猛一下打开霍白浪的手 喝道 滚蛋 霍白浪如今是马黄钉在伤口上 不惜个肚儿园怎肯罢休 他黑黑冷笑道 你要么卖房子 要么陪老子睡三年 两项选一项 下午我再来 霍白浪说完 也不管萧春梅 拎着钱袋子走了出去 萧春梅碰得一声关上门 被依靠在门上 就顺着门滑了下来 他身子一歪坐在地上 呜呜地哭了起来 萧春梅哭得眼泪都干了 他呆坐在地上 双目无光 越想越难过 自己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爹娘死了 把他一个人扔在世上 糊里糊涂地给贪官做了三年二奶 现在贪官死了 他想自食其力 以后找个好男人过日子 奇料突然又跳出个货白浪 往死里来敲竹杠 他看着房子 想了很久 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他不愿把房子卖掉 换成钱给聪明鬼 更不愿为了保住房子 给聪明鬼做三年二奶 怎么办呢 报警吧 房子要充公不说 自己会坐牢不说 这个二奶身份还会让千万人唾骂 萧春梅越想越觉得活着没意思 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背着个胯包出了门 萧春梅沿着一条大街往前走 路过一家药店就买几粒安眠药 一连走了好几家药店 一共买了几十粒安眠药 反身往回走时 却看见街对面一家酒馆里 走出了歪歪倒倒的货白浪 手里还拿着萧春梅 那个装钱的手提袋 但袋子已经空了 原来货白浪从萧春梅家出来后 就到银行把钱存起来 他存好钱 越想越为自己的聪明得意 得意之余 就找了家酒馆大喝了一通 他醉醺醺从酒馆出来 哼着萧曲往街这边走 躲在后面的萧春梅 看着他这副得意样 气得肺都要炸了 他恨恨地想 就算自己死了 也不能让这个狠毒的聪明鬼 留在世上害人 这样一想 萧春梅又走进一家五金店 买了把短饼小铁锤 装进小胯包里 他看到货白浪正顺着大街 往香格里拉花园小区方向走 就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货白浪和萧春梅 一前一后走了阵子 胡老汉牵着贝贝也走了过来 货白浪不知为啥突然转过了身子 看到胡老汉就停了下来 瞇着一双醉眼 又看了看胡老汉身后的贝贝 忍不住就开心地笑了 得意地朝胡老汉大叫 糊涂仙啊糊涂仙 你像个蠢驴一样 每天眼睫剪破烂 每天累得要死也剪不出二十块钱 得了人家送的一条金项链 竟然灰笨地藏在一只破靴子里 你瞧我 他晃晃手上的手提袋 还想说点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 只把这袋子 往胡老汉背上的破烂筐里一扔 说 这个袋子 送给你当破烂 说吧 招了一辆出租车 得意地朝胡老汉摆摆手 一溜烟走了 胡老汉从破烂筐里 拿出女士手提袋 又犯起了糊涂 挺好一个手提袋 怎么就当破烂扔了呢 看来这个聪明鬼喝醉了 胡老汉正这么想着 贝贝突然汪汪叫起来 兴奋地往前面跑过去 胡老汉跟着贝贝走了一段路 看到了站在一棵树后的萧春梅 贝贝哼哼几击 围着萧春梅的脚边不停地转 显得十分高兴 萧春梅情不自禁地弯下身 搂起贝贝 爱连地用手抚摸着贝贝 胡老汉打量着萧春梅 说 姑娘 我这狗跟你好亲啊 萧春梅说 大叔 不瞒你说 贝贝是我养的 胡老汉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说 难怪啊 姑娘 你这么喜欢她 怎么就舍得把她丢了 萧春梅叹了一口气 眼里闪着泪光 低下头不说话 胡老汉瞧瞧萧春梅 又问 姑娘 你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吧 萧春梅抹了把脸上的泪水 勉强一笑 她又抚摸一把贝贝 说 大叔 我没有什么伤心事 我活得很好 其实那天我是看到你在 才让贝贝过去的 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 胡老汉这才明白 那天见到的女人是萧春梅 她接着给萧春梅说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萧春梅恨恨地说 想不到那家伙只见到一张纸 竟争出那么细密的算计来 真是太奸诈了 接着她又嘀嘀地叹息一声 说 大叔 我要离开这里到很远的地方去 贝贝跟了我两年 我舍不得他 可也不能再养他 就拜托你老人家好好养他吧 萧春梅说着 从包里掏出那本存折 用笔在上面写了一串数字 说 大叔 我这折子上还有八千块钱 密码我写在上面了 你拿着吧 就算是贝贝的抚养费 胡老汉连忙推辞 姑娘 你已经给了一根金项链了 我不能再要你的钱 不行 不行 萧春梅把存折往胡老汉手上一塞 转身就走 胡老汉看看手上的存折 心里头又嘀咕起来 这姑娘看着挺聪明的 别是犯了什么糊涂吧 再说萧春梅 他人还没到家门口 就看见最熏熏的霍白浪在盼命案门铃 气得蹊跷生烟 骂道 你眼睛是不是瞎了 没看见姑奶奶就在你身后 霍白浪回过头看见了萧春梅 连忙闪开身子让萧春梅开了门 扭扭歪歪地跟着萧春梅进了屋 往沙发上一靠 眯着最眼瞟瞟萧 萧春梅 问 你选哪一项呀 萧春梅没作声 在霍白浪对面的沙发上坐了 说 霍先生 你说的那两项我能不能都不选 我给你的十万块钱 是我用青春换来的 你拿去了 也该知足了 可别人心不足蛇吞象 霍白浪伸伸脖子 翻翻白眼道 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 你就是投蒙马像 我也要把你吞下去 你到底打算选哪一项 要不 就选做二奶这一项吧 萧春梅暗自咬咬牙 脸上挤出一丝笑 说道 我是你手掌心的一团面 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吧 霍白浪听得好得意 瞇着小眼睛说 就是嘛 你总算是个聪明人 来 我口渴了 你给我倒杯水 萧春梅进了厨房 拿出早就放在口袋里的安眠药 急急地用锤子倒成粉末 放进茶杯里 不一会儿 他端着一杯橙汁走出来 逼到霍白浪面前 说 喝吧 霍白浪端起杯子 咕咚咕咚几口就将饮料喝了下去 将茶杯往茶几上一放 红着眼瞅着萧春梅 色迷迷地说 你扶我到卧室里去 萧春梅说 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去冲个澡 说着 便进了卫生间 他关了卫生间的门 悄悄瞄着靠在客厅沙发上的霍白浪 只一会儿攻敷 霍白浪就从沙发上栽下来 传出如雷的憨声 他奔出卫生间 朝着霍白浪发出震震冷笑 阴森森地说 姓霍的 我本来就活得窝囊憋气 你还这样来欺负我 跟我耍聪明 我这就让你做聪明鬼 他笑一阵 骂一阵 哭一阵 跑进厨房拿出铁锤 高高地举着 朝霍白浪扑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狗叫 是贝贝 小春梅愣了愣 将目光移向家里的防盗门 贝贝还在门外叫个不停 小春梅经不住慢慢走到防盗门前 眼睛贴在猫眼上 看见胡老汉立在门前 手里牵着贝贝 贝贝一边叫着 一边急切地拿爪子抓着门 胡老汉也用手拍着门 大声说 姑娘 这样是你的家吧 贝贝要见你 你开门吧 小春梅一下从癫狂状态醒过来 放下手里的铁锤 慢慢从门前回到客厅 看着躺在地板上的货白浪 猛地拎起货白浪的双腿 朝卫生间脱去 这货白浪虽然个子不高 没想到还是死沉死沉的 不过几米的距离 就把小春梅累得气喘吁吁 他眼上卫生间的门 抹了抹头上的汗 打开了房门 贝贝竖着尾巴冲进来 围在小春梅脚边直打转转 不停地叫唤 胡老汉也跟着进来了 小春梅掩饰着心里的慌乱 问 大叔 你怎么到我家来了 胡老汉掏出那个存折地给小春梅 说 姑娘 贝贝有灵性 是这小家伙带着我来的 我会好好带贝贝 你放心好了 但这存折我不能要 这时 贝贝正托 牵在胡老汉手上的绳子 朝卫生间跑去 他撞开卫生间虚掩的门 发出汪汪的叫声 胡老汉朝卫生间一瞅 看见里面躺着一个人 吃惊地叫道 天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春梅面色惨白 站着一动不动 胡老汉跑进去一瞧 又大叫 咦 这不是聪明鬼吗 咋躺在这儿了 他转过头又问小春梅 姑娘 聪明鬼怎么会倒在你的卫生间里 小春梅眼里喷着火 说 他是个送上门的鬼 一个讨债鬼 催命鬼 说着 他又想起聪明鬼对自己的种种恶毒 一下子斜往头上直涌 又癫狂地操起地上的铁锤 大喊 我这就让他做鬼去 胡老汉一看小春梅这样 给吓坏了 连忙死死拦着小春梅 说 姑娘 看你一副聪明养儿 咋就这么糊涂呀 你跟聪明鬼到底结了什么仇 要这样 大叔 我 小春梅泪如雨下 把货白浪敲诈逼破他的事情 一口气说了出来 胡老汉争了半伤 看了看仍在地上打着呼噜 睡得香的货白浪 一把夺下小春梅手上的铁锤道 姑娘 这个货白浪的确是个该死的鬼 但他不能死在你手上 你得把他交给警察 小春梅痛苦万分 摇着头大哭 大叔 我是个很脏的人 活在世上本就没意思 货白浪还死死拿着我的短处不放过我 你就让我跟他一起去见阎王吧 说着 冷不防又夺过胡老汉手里的铁锤 胡老汉年纪大 又是个驼背 无力挡住愤怒和绝望的萧春梅 眼看萧春梅手里的铁锤就要砸下去了 胡老汉猛然大喝一声 慢 萧春梅被胡老汉这么一喝 不禁停了下来 举着铁锤的手僵在半空 胡老汉喘口气 说 你杀了他 自己就走上了绝路 我既然拦不住你 那你先把贝贝的宠物证找出来交给我 萧春梅一愣 什么宠物证 胡老汉说 没有宠物证 杨贝贝就是非法的 他就会被抓走 被活活打死 你知道打狗队会怎么打死贝贝吗 他们会先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 拿大脚踩住他 再用大棒子敲他的头 一下一下地敲死 胡老汉说着 一下抓起地上的贝贝 一只手卡住贝贝的脖子 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扬起 砸在贝贝的头上 贝贝贝卡地喘不过气来 发出呜呜的惨叫 贝贝的惨叫像真一样 一下下扎在萧春梅心上 他一把扔下锤子 猛地坐在地上 用双手紧紧塞住耳朵 喊道 别打了 快放了贝贝 胡老汉一把松开贝贝 贝贝连忙跑到萧春梅跟前 用嘴一下下顶着萧春梅 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在妈妈跟前撒娇 胡老汉拿脚踢了踢地上 死狗一样的祸白浪 说 你连一只小狗也舍不得他死 这家伙坏是坏 可毕竟是个人啊 再说 你要是这样毁了自己 怎么对得起你爹娘 萧春梅又大哭起来 说 大叔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胡老汉说 姑娘 你把这个聪明鬼交给警察 把这套房子交给政府 你不就没事了 他捡起地板上的铁锤 放进筐子里 说 这铁锤子嘛 就当破烂送给大叔了 萧春梅待了很久 有气无力地说 大叔 麻烦你帮着打个电话 胡老汉走到桌边 拿起电话拨了报警电话 把话筒递给萧春梅 说 你把事情经过亲自告诉警察 算自首 胡老汉从公安局坐证回来 走进筷子巷 就听到巷子里的人 都在议论霍白浪被抓的事 有人看到胡老汉来了 就跑过来问 大叔 聪明鬼到底是怎么给抓的 胡老汉说 他太聪明了 是睡着的时候被抓的 说完 他带着两位警察走进出租屋 从一条墙缝里掏摸了半天 掏出一条金项链 递给警察 朝围观的人黑黑一笑道 金项链其实还在 并没有变成红蚯蚓 我是怕聪明鬼来算计他 才故意做给他看的 我才不会犯糊涂 来路不明的东西 是迟早要交出去的 胡老汉又蹲下来摸摸贝贝的头 说 把不干净的东西都交出去 那姑娘就一身干净了 你妈 就跟着我好好的捡垃圾吧 一个月后 小春梅从拘留所大门走出来 一出门就看到胡老汉 牵着贝贝在等他 小春梅弯下腰 把贝贝抱起来 抚摸了几下 眼泪又不自觉地流出来 胡老汉从衣服口袋 拿出张火车票 还有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一起交给小春梅 说 我女儿在广州打工 昨天我跟她通了电话 她说她打工的那家厂 现在还在招人 小春梅扑通一声 跪在胡老汉跟前 你是我在生的爹 胡老汉忙把小春梅拉起来 说 好闺女 我认你这女儿了 你年轻 有说不完的好虔诚 以后无论遇上什么事 都记得别犯糊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好玩